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网络上有这样一条消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喜大普奔 说的是世卫组织一位领导疫情溯源组织的一个专家 他的名字叫达斯扎克 他因为多次否定实验室泄露理论 然后进一步又被英国媒体爆料称 他与中国所在的武汉病毒所具有很深刻的关联关系 然后他就被权威期刊柳叶刀从新冠肺炎的研究委员会当中出名了 那么这条消息可以说是最近对于西方世界来说 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条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据我对于身边一些就是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 特别是西人对他们的观察 他们大部分思想还是停留在以往的一种状态上 就是他们会对一些权威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特别是像柳叶刀这种杂志 如果说他的编维当中达成了某一种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一致的这样的对外宣称的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他们就会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 当然了这种想法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整一个西方学术界 它本身的发展 它就是依托于这种所谓的同行平易制度 那么同行平易制度可以说 是西方自然科学理论 它能够逐渐迭代 逐渐发展的一个根基 那么这种本身非常好的这种 这个同行平易的这种制度 但是一旦碰到像就是 一旦碰到了中国人 那么很多事情就变得不一样 这个其实恰恰就是因为 就是同行平易制度 它是仅仅是适合于一个 一个具有 第一个具有言论自由 第二个每一个人具有非常强大的独立性 第三个就是说是 整一个社会体制是处于一种民主体制 也就是它的根基是在下面的 是以自发的秩序为主的 从下到上的这样一种社会架构 就是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点 那么西方人他们总会想当然的觉得 那么像中国人他也是这样的 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嘛 就是其他的人都跟自己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其实在中国他整一套社会体制 人的整一个思维模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就是说 人可以为了利益去发表一些 就是有备于他们学术伦理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又因为就是中共这个体制 它主要就是利用人的性格当中的 就是人性本质上当中的一种缺陷 就是说人往往对于权衡利弊的时候 总是不能做到一点叫做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那大部分人呢可能是在觉得 哎呀这种小范围内的啊这种学术不端行为 然后呢假如能换上 假如能换取大笔大笔的经济利益 他们就觉得 其实以身犯险为背一下 只要没人知道也就没有关系 那么所以呢 我基本可以相信的 这位达斯扎克这位研究员吧 就是说他就是因为啊 跟中国这套关系走得太紧 他就是很有可能是 就是想当然的认为 就是说中共专家包括啊 像史正利啊等等等等 为首的一大批武毒所的专家 曾经就是斩钉截铁 发誓发向毒誓 说是这个绝对不是实验室泄漏的 要以性命作为担保 那么对于这么重的话呢 其实中国人其实也就是舌头打一个滚 但是西方人有的时候是看得非常重 所以说呢他这位研究员呢 我们姑且认为他就是出发点是好的 他们就认为呢 就是说我们应该充分的相信 中共专家的话 其实很多啊包括像夫妻 博士也好什么也好 他们都是抱有这样的一种理论 那么这种理论我们姑且不说 他们背后的动机到底纯不纯 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像相信这样的话 还是真的是为了钱 但是呢就是现在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说随着这个 前不久 那么美国DIA开始逐渐提供 中共某位 就是据传说的叛逃高官 这个各种各样的实锤信息 那么就发现 美国政坛也好 对吧 然后学术界也好 从上到下就已经刮起了一股 就是可以说是一股 重新拨乱反正的这样一个潮流 那么这股风呢 自然也就吹到了柳叶刀 那么这个柳叶刀 它是怎么样一个杂志 大家应该都非常知道 它可以说是医学 就是期刊当中的一个 泰山北斗级的这样一个期刊 那么之前我在Wolfme的节目当中 也介绍过有好几篇 其实是已经对疫情溯源 其实已经挖得非常深刻的文章 但是正是由于柳叶刀 它存在一个所谓的新冠病毒的 这样一个研究委员会 而这名达斯扎克的 这位委员会的成员 他就是鼓动了一大批 鼓动了一大批 就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 在这个病毒溯源数据 真正还没有被挖出的时候 就抢先进行战队 那么你要知道 在一个保守主义的 一个盛行的社会当中 本来这种战队 其实应该是很忌讳的 那他们这次 为什么会在还没有发起 真正的研究 就是还没有得出 真正研究结果的时候 就开始战队呢 那么我分析主要 有两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呢 就是说这个实验室泄露 本身就过于的耸人听闻 就是对一个长期 在一个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比较 就是道德感比较高的 要道德要求比较高的 一个社会当中 他们无法仰仰像中国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他的那些科研工作者 他竟然能够 就是对于自己实验室的安全 就是不负责任到这种态度 他们就是第一个 就是完全想想不到的 第二个呢 可能真的是 像这个英国这篇报道当中说 就是可能这位达斯扎克 他和武汉病毒所有大量的经济往来 据说他把超过60万美元的 这个经费 就是拨给了武汉病毒所 那么这个60万美元的经费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叫做生态健康联盟的 这样一个NGO 而这位研究员恰恰是NGO的一个主要负责人 然后呢 他也恰恰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随世卫组织团队到武汉进行考察 而且最后得出那个极不可能泄露的 那样一个非常就是缺乏 证据支持结论的这样的一个主 这样的一个主主导者 所以说可以说这位仁兄啊 他是就是就是主导了这个病西方 整一个西方学界对于病毒起源工作 这个大方向的一个幕后推手 那么这个推手现在被公开除名 那么可见这个背后的就是推动力有多大 因为在西方社会当中 我们讲到一个是推动力 因为西方社会从来就不是说没有肮脏 没有黑暗他永远是有的 但是呢他因为有一个言论自由 因为有一个就是新闻自由 在有这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监督的情况之下 那么像这种来自就是中共高层 这个据传说的这个叛逃人员的这种爆料 这种实锤的证据 他将产生的推动力其实非常大 那么在迎合各种各样的就是媒体渠道等等等等 这么一加闪 那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达到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科学家 从一个研究团队当中除名的这样一种结果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在国外啊 一些学术大牛 他们就是说 其实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稳固的 就是如果没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没有强有力的推动力的话 想要让他们进行除名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竟然办到了 那么可想而知 这一波浪潮背后的 它的就是推动力有多么的巨大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关注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